若人于此 一切世界难兴之法 该有多世所忠善恨 惊其发动 此臣万劫千生 稀有难逢之一日 故人坚固身心 十夜难遭 这末后一小段 说若人 假若有人 于此 此是指无量受尽 就是指这不尽 这是一切世界难兴之法 他能生身心 为什么 因为他过去身中 深深世世 所忠的善恨 证实大臣经里面所说的 凡是在末法 能够良心尽忠的人 都是过去身中 曾经供养无量祝福 这一生当中 我们的人生 文副法 又遇到了 遇到了神欢喜心 这就是 这就是 多事所忠生根 惊其发动 怎么发动 祝福如来 加持发动 没有祝福如来 做不到啊 这一桩事情 此臣 这一桩事情 真正是 万劫秦深 稀有难逢之一日 那这一句话 最早见到的 是乾隆年间 彭吉清去死 在 无量寿经 其心论里头 所说的 这真的 不是假的 比开经济上 说的还难 开经济是 无上甚深 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遇到这个 比开经济上 所说的是花言经 还要难了 所以说 金人孤身心 十一难遭 很难很难 早是遇到 那我们在这一生当中 遇到了 遇到有没有退心的 有 而且退心的很多 为什么会退心 我们一般讲的 经不起考验 考验 越严重 对自己的提升 越高 那要怎么样 要怎么样才能够 突破 这些考验 那是真心 真愿 往生 真正愿意 做阿弥陀佛的 弟子 那无论 什么样的 诱惑 阿弥陀佛 魔王 波旋的手段呢 很多 先是用 财色名利 来诱惑你 高明后立 你看到会动性 一动心 一摧转 就毁掉了 再就用 规矩 财色名利是软功夫 为一些是硬的功夫 种种方法来打击你 你能不能受得了 严重的 像忍辱先人 遇到郭里王 各界身体 他不对 那郭里王问他 你还能忍吗 能 你没有成会吗 没有 如果 经不起诱惑 经不起 考验 知悔的是 是自己 不是别人 忍人之 不能忍 为什么有这么大点 忍辱的心 忍辱的心 因为了解诸法实相 一切法的真相 无论是 无论是 无论是威胁也好 利用也好 全是假的 凡所有相 解释 你要把这个点当真 你就 你就接受 你就接受 接受 苦就来了 你就有苦手啊 如果 如果我 如果我了解真相 我不接受 不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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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接受 因此 我们能够体会到 事出世间法里头 我们一切所受的 全是自作自受 人家给我 我不接受 没事 一丝好障碍的 没有 我要接受 接受不就越想越生气 这个生气对我们的身心 都不健康啊 那我们的道一也退转了 不能进进了 所以 进 不可不读 要常常读 读今 就是时时刻刻提醒我们 我们不上道 末发时期 化若磨墙啊 真正 一教修行的人 不多 假的多 真的不多 所以化若磨墙 要认识清楚 绝不上当 那么遇到这个事情 怎么办呢 赶快把念头转过来 转到阿弥陀佛 不要再继续有念头 无论是善念是悟念 都不要 念头就是一句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是处是法 善中知善 无与伦比的 究竟圆满的大善 为什么不念佛呢 千万不要把念佛给忘掉了 那 善于 瞬间 不生欢喜心 欢喜是烦恼啊 喜怒 爱乐 爱无欲 叫七情 七情无欲 欢喜是烦恼 怎么样不是烦恼 心是平静的 清静心里头 没烦恼 平等心里头 没烦恼 用阿弥陀佛 把我们心里 烦恼吸气 统统清除掉 把阿弥陀佛 请到心中来 在心中 只有阿弥陀佛 除阿弥陀佛之外 什么都没有 这就对了 你身心健康 阿弥陀佛加持你 一切诸佛菩萨加持你 他加持得上 为什么 心情近 心里头有染污 就加不上 心里头有不贫 加不上 所以心一定要贫 心一定要干净 聚知佛号都加上 所以要坚固身心 难遭我们也遇到了